你如果是这样想 我也是无能为力 王爷虽好 可是 话没说完 他抿了唇 身后传来烟锥的声音 王妃在这儿 转过头来时 烟锥笑意吟吟地 站在不远处 圆形拱门旁 身旁竟然跟了脸色难看的傅侯爷 以及须发微白 他曾看到过的冯万应 以及傅琪贤 并未跟着下人 几人神色各异 傅明华也不知烟锥听了多少 站起了身来 烟锥顿了顿 看他站着没动 便主动上前笑着就到 侯爷总夸锦元之色 你来带我这儿这儿吧 傅明华不知道 自己刚刚说的话 烟锥听了多少 他与傅明侠等人 原本坐在园中 这里种了大片大片的细竹 竹后是道高高的院墙 五六步开外就是拱门 他们兴许是走到了墙外 怕是早就听到两人说话了 傅明华看了冯万应一眼 他脸色发白 却强忍着没有说话 地上 原本跪着的傅明侠 当时身体软软的就坐了下去 不停地颤抖着 傅侯爷此时肺都要气炸 恶狠狠地望着傅明侠看 他也不敢瞪视傅明华 这会儿唯有将气 往傅明侠身上撒 只是 贵客还在 傅侯爷有火也不敢谢 只能强忍在心头 恶声恶气的 哼 不懂规矩 光听这一句话 傅明华就知道 这几人怕是来了一阵了 自己之前说的话 他们都听到了 照理来说 他也没有说些什么 问心也是无愧的 但这会儿 烟锥虽然带笑 他就是能感觉到 烟锥有些不大对劲 想想自己最后说的那句 怕是他已经听到了 傅明华叹了口气 沉默了 还请侯爷不要责怪 二娘子年纪还小 地上有凉 请您不要怪他了 傅明华听了这话 看了跪坐在地上的傅明侠一眼 他神情复杂 显然对冯万应的话 并不领情 看什么 烟锥伸手过来握他 他手掌一向温暖 可此时却是冰凉的 握住他时 使傅明华浑身打了个哆嗦 烟锥低头 看着他微笑 冷吗 那笑容显出几分阴冷的感觉 傅明华就觉得更不对劲了 傅明侠看两人亲热的模样 只觉得眼泪是止不住地躺下来 他心中又记又恨 不由想起当日齐王院中 眼锥拿剑射英时的英姿 再比一旁冯万应卑微的模样 老太必先 有了对比之下 就觉得冯万应越发不堪入目 悲从中来更是大哭 简直是丢人现眼 傅侯爷气得胡须都在微微颤动 此时傅明侠当着众人面前出丑 使他难以下台 只是当着烟锥的面 冯万应这个被嫌弃的人又在求情 不便教训傅明侠 只得忍了气道 还不快起来 哭哭啼啼的成什么话 傅明侠哭得直打嗝 傅侯爷一鹤 他吓了一跳 便颤微微地撑起了身子 眼睛哭得红肿 冯万应握了帕子在手中 犹豫再三不敢上前来 就这脾气 傅明侠便觉得 配傅明侠实在不亏了 他这脾气 往后嫁了谁都受不了他 简直连女界都忘了 平日你祖母太宠你了 傅侯爷忍了气 训了两句 才挤出笑容来 将手举过头顶 鞠躬道 这警员呢 有几处警质还不差 大姐在家时 也爱来这里玩耍 不如请她 来带您走走看看吧 若是累了呢 便回院里歇息就是 烟锥欣然应允 傅侯爷便陪笑道 老臣 搞退了 他与脸色有些尴尬的 冯万应 以及紧张的 满头大汗的傅其贤 在得到了烟锥的回应之后 便往后退 直到走了好远 冯万应还抬起头来 看了傅明侠一眼 才有些担忧的 跟着傅侯爷走了 等人一走 傅明侠才觉得 有些紧张 烟锥好像生气了 他拉了傅明侠的手 就往另一边 朝着湖侧的方向走 零也没礼 低垂着头 站在冤地的傅明侠 也没有招呼 他一起的意思 傅明侠便有些尴尬 看了院中站着的 两个丫鬟一眼 也不敢跟上去 此时想起刚刚的事 现在才觉得有些后怕 冯万应听到了 他与傅明侠说的话 瞧傅侯爷刚刚的模样 十分的吓人 怕事之后 少不了一顿罚 一时间 傅明侠心里 妓怨恨傅明侠 与他说话 引来了一身麻烦 他到时候 已经出嫁 嫁得还是王爷 谁敢罚他 傅侯爷刚刚的坏脾气 全冲着自己来了 傅明侠还一口一个 一求无嫁宝 难得有情郎 若是嫁三皇子的是自己 今日受罚的 就绝对不可能是他傅明侠 不过 王爷走时 虽然看不出脸色好坏 但傅明侠想起 傅明侠之前说的话 分明就是在指王爷不好 虽然话没说完 但自己都听了出来 想必秦王也听到了 他一时觉得出了口气 一时又有些害怕 领了人 才匆匆离开了 傅明侠跟着烟锥 离开了之前坐着的地方 他也不说话 反倒是将傅明侠 握得越来越紧 这锦园的景色倒是不差 不过 秦王府中 自然比这更好数倍不至 偌大的湖中有一亭 远远的就能看到 傅明侠等人坐在亭中 显然 看到了这边的情景 在拼命地朝他招手 是想让他过去 烟锥却装着没看到一般 站在湖边石栏旁 才停了下来 让傅明侠靠着石栏 才将双手撑在栏边 将傅明侠困在了栏杆 与自己身体之间 低头望着他看 王毅虽好 可是什么 他目光锐利 果然 之前傅明侠说的话 他是都听到了 傅明侠哑口无言 在他目光盯视之下 说不出话来 可是什么 烟锥又问了一声 看傅明侠还不说话 只是低垂着头 露出了 疏得繁复发式的头顶 来对着他 湖边吹来的微风 掀起了他薄如蝉翼的 消杀小袖口 里面嫩偶式的胳膊 若隐若现 风经过他身侧 送来阵阵香气 烟锥贴得更近 又问 可是什么 他下巴 抵在胸前 却仍是不张嘴 烟锥突然觉得 无可奈何 此时此刻 他觉得自己 应该是会生气的 但是奇怪的是 却并没有十分愤怒 只有一种 颇为揪心的感觉 有些委屈 又有些失落 烟锥一路走来 在脑海中想过好几种 他没说完话的可能 但是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他便直接问他了 抬头看我 爷娘 再开口时 烟锥语气里 便带了几分强势 他这话一说出口 傅明华 果然就抬起头来了 目光 却是落在他胸前 与他胸口平视 却没有看他的脸 烟锥忍耐不住 伸手抬了他的下巴 他果然 目光就落在他脸上了 那盈盈目光 朝他一望 烟锥顿时 连之前想要 说什么都忘了大半 身体一酥 捏在他下巴上的手 便轻轻磨蹭了两下 傅明华红了脸 伸手去将他的手隔开 颜椎却顺手握住 放到唇边 重重亲了一口 才想起 自己之前 要问什么 只是这会儿 心中软了大半 舍不得极言吏色地问 放软了音调 王爷最好 知识什么呀 他又亲了一口 张嘴 不轻不重地 咬了他一下 这一下 力道不重 苏麻中带着 些微刺痛的感觉传来 傅明华 脸上的红韵 便更深了些 王爷不好吗 他抬眼看 那眼窝略深 眉毛与眼睛间距离颇近 使得他的眼神 更是深邃迷人 王爷好 眼锥认真盯着一个人看似 给人一种 他全心全意 眼里只有一个人的感觉 傅明华别开了头 他握着他的手 来摸他的脸 将他转过来 那可是什么呀 他又追问 傅明华就叹了口气 若您知道 一定会生气 他倒是挺诚实 掩椎抿着嘴角 却实在是笑不出来 既然傅明华都这样说 他也不问了 只是顿了半赏 仍没忍住 你说 我保证不生气 话虽这样说着 他的眉心却拧了起来 神情有些严肃 傅明华无可奈何 其实他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当时 在与傅明侠讲话时 想说 王爷虽好 可是 奇大非欧 他在未成婚前 是真正这么想的 一位高攀 并不是好事 只得看身份地位 外表年岁 以及荣华富贵 却往往最容易忽略 一个人的本质 适不适合 荣华富贵固然是好 身份地位也能使人尊容 让人羡慕 可这些之外 鞋子合不合脚 唯有自己最清楚 冯万应确实品性不错 年纪虽长 但才会疼傅明侠 他当时难得 因为傅明侠的话而触动 有意劝他 才会开口说话的 无论傅明侠 领不领情 事后证明 冯万应确实是个 难得的好男人 在听到 傅明侠那般糟蹋他之后 还是当着 那样几个人的面 却能硬生生地 将这口气忍了下来 反倒替傅明侠求情 若不是性格温柔 本性也好 当时怕是就脸色难看 一言不发了 怎么还会忍了耻辱 替羞辱自己的人求情呢 颜椎没有出声 傅明侠缩了缩肩膀 他说着不生气 其实是真的生气了 冯万应好 我呢 我哪里不好 傅明侠目光左右游移 不敢看他 他看着他这心虚的模样 气急返笑 我哪里不好了 这两天夜里 咱们不是都好好的吗 傅明侠灯时大羞 伸手去捂他的嘴 结结巴巴的 你 你 他伸了舌尖舔舔了一口 他又似被垫了一下 将手连忙收了回来 光天化日 他也没羞 张嘴便这样胡说八道的 傅明侠只觉得浑身发烫 脚趾头都蜷缩了起来 燕珠却哈哈大笑 原本因为他的话 而有些阴霾的心情 此时仿佛因为他焦急的动作 羞红的脸庞 而将那些阴霾给驱散了 他有些恶劣的开口 我怎么了 原娘真的很美 我哪里都喜欢 傅明华说 之前没考虑过要嫁的 他偏偏反着来说 手摸着他的柔体低声道 喜欢这里 又将原本撑在石栏上的手 放到他腰间 也喜欢这里 说着说着 他的手就要顺着腰往上滑 傅明华焦急地伸手去挡 他脸靠得更近 更喜欢那里 还喜欢嘴唇 又软又甜 你不准再说 傅明华焦急 哪怕明知此时此地 根本没有人能听得到两个人的话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 莫名羞怯的感觉 一股热浪从脚底涌了上来 他仿佛变成了一只 蒸得浑身通红的虾 为什么不说 我都喜欢 我觉得原娘本来就是我的 我倒是早就期待着成婚了 如今才如愿意 他将这样的话 也说得理直气壮 傅明华咬着嘴唇 伸手去捂他的嘴 任他舔咬也不移开 烟锥索性隔着手掌 朝他嘴唇亲吻过来 他吓了一跳 偏头要躲 嘴里告扰 不准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开始还有些恼羞成怒 接着便软了下来 小声殃求他 以后还说不出这样的话 烟锥咬着傅明华的手心 说话时吹出的热气 渗进他指缝之间 又酥又骂 他连连摇头 不敢说了 不说了 我好不好 烟锥又将脸 往他的方向闪 他往后仰 腰肢抵在石栏 肩背往后仰 越发显出胸前 惊心动魄的美丽曲线 烟锥不动声色的心上 有意再往前逼近 只感觉到 那柔软而风盈的触感 紧压着他的胸 他瞬息傅明华掌心的力道 渐渐变大了 气息也乱了几分 好 王爷您好 傅明珠等人 就在不远处的凉亭 傅明华敢保证 他们将这边的情景 看得是一清二楚的 他唯恐烟锥要亲下来 自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你喜不喜欢我 他得寸进尺 傅明华不妨他会问这话 本能变道 喜欢 喜欢王爷您 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时 燕椎已经一个小步 离他更近 以下半身将他压制住 使他不能动弹 这才一手拉开了 他捂在自己唇上的手 一掌 放在傅明华脑后 低下头去 便在他唇上偷香 傅明华脑后 木窑上坠下的流苏不住地晃荡 腰后被石栏割住 不能挣脱 那石栏被太阳晒得滚烫 可此时 却不如烟锥的身体火热 远处梁亭中 傅明珠等人目瞪口呆 看得是面红耳赤 燕椎很快 便拉着傅明华 换了个方向 背对梁亭 将傅明华 挡在了几人视线之外 经过这样一时 两人也没什么 心思有缘了 王府里景致 比这里还好 长了侯府 也实在是 没什么好看的 燕椎伸手扶了头 做出难受的模样 回房歇息一会儿 便回府中了 他脸上有薄韵 唇齿中带了些酒气 将傅明华 也染得微醺